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家附近的运壳风光带 这里是新建成的 今天是清明节的第二天假期 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来呢 是因为刚才我们开车开了两个小时左右 去阳城湖边上的一个公园 叫仙樱 仙樱就是主要看樱花的一个公园 然后去想要去的 结果两边都停满了车 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我们只能又开回来 往返70公里两个小时 然后想想我们还不如到家旁边的运河的 环运河的步道来走一走 我们看到好多人都有来这里就是跑步 还有骑车 一边是步道一边是骑车道 再来的车 那么好 我们下来就会把茭子赫入去的 我们下来就会大事 我们下来就会说 我们下来就会有点点 我们下来就会拿下来 我们下来就会拿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才我们是河山桥 然后到诗山桥 索山桥 靖远桥 石湖大桥 全长十公里 全长十公里的 旁边一套是自行车道 原本是想去仙音公园去赏成片的樱花 那看不到的话这里路边零星种的几株 也是可以满足一下小小的心愿了 抽摸的时间有好多人都来这边散步 我们打算下个礼拜去租一辆车 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运河边的步道去骑行 看看骑到就十公里啊 就是看看能骑多久 这种艳红色的小花是我妈妈特别喜欢的 所以她在非常认真地拍这些小花 好 好了 现在正常下十一 有没有空缺度啊 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